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管部门也希望银行业能够做个表算 因为他们的确是有旗帜和标端的作用 所以在滤金的引导方面 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当然他们自己做的怎么样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指标 因为我们知道 也是一个鲜活的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行 生活这种方式观念的 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我们看一下六大行的减碳总数 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排行了一下 我们就发现 六大银行中间人均碳排放 最少的是建设银行 它的规模是4.927吨 接下来是中国银行是4.99吨 储蓄银行是5.33吨 农业银行是9.03吨 交通银行是9.17吨 工商银行的数字是不全的 因为它只公布了自身范围的1和自身范围的2 两个数值 那么我们给它推算一下 大概是5.4吨 不怕不是货 就怕货 我们把六大行的数字摆在一起 一缕 大家就看出高低差别所在 表面上看 交通银行是大户 但实际上 农行的人均数字应该是超过它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农行的报告中间 这个数据组成中间 并没有包括了数据中心 这样的用电大户 而在现实中大家都知道 互联网数据啊 这个包括机房的用电啊 这一直都是呢 他们一年世纪的软肋 那么全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多少呢 7吨左右 换句话来讲 这个虽然六大行啊 在一年世纪方面都比较重视 但是呢 在自身的这个运营过程中间 就包括自身的碳排放的这个减少 依然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特别是农业银行跟交通银行 他们的改进的余地也就更大